这个网站里面,基本上它包含这个index 一个index.htm,前面讲过了 里面包含了总共有五个页面 第一个页面就是map page map page就是这个page home的话是那个list,就是清单的部分 还有一个是display display就是当我点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这个清单里面的,然后还跳到一个display,就是等于详细内容 另外有一个new,new的话就是打卡 按下去有个打卡,打卡的话就是说 那个景点要新增的话,你怎么样 新增到资料库里面去 另外有一个叫add and know add and know就是说呢 你可以去做这个景点,比如说 它里面原来给你的那个 名称 里面有个详细叙述,叙述部分如果你要编辑的话 比如说里面 你来到这里 想要再增加里面的说明,你也可以怎么add and know 也可以再去做编辑 OK,那另外还有删除功能 这一体也有啦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画面 主画面是这个 进来的话是一个什么,一个地图 OK 那我们大概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最好我是建议各位 可以把这个 你可以先把它 放在你的手机里面 先试试看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来秀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你们可以开启一下这个 刚刚这个网站里面的index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那这一体基本上 在我们的浏览器 执行是不会有问题 因为不会像上个礼拜的那个 范例 会有那个跨区段的问题 因为资料已经放在什么 JS里面这个data里面 所以不需要再去网路上抓了 直接就在这里 当他第一次执行的时候怎么样 他会把这个资料放在资料库里面 放资料库 我们来资讯给各位看一下 我用那个Chrome把它开起来 那总共的话会有几个页面 几个页面的资料 再一次 这个 这个 index.htm 把它执行起来 OK 好,第一个 那在手机上面看到的应该也是差类似的 那你会发现在手机上跑 基本上已经 应该很顺的 在电脑上跑 那因为现在的那个手机的速度越来越快 最近那个更新的速度 真的大概没 感觉好像每半年就增加一倍 因为像最近 前一阵子 去年吧 去年前年才双核 现在已经是四核了 而且八核 八核已经慢慢变成主流了 有没有 而且八核之外 那个 时脉 在增加 从大概 大概1.6GHz 现在已经有看 有些八核 也 也往上提高到那个2.3 而且 早期在 CPU CPU在那个 一般电脑上执行的那种高速的CPU 在手机上也可以看到 Intel 它也大 大军也入境 在这个 手机上 所以 以往 要看到这个 这个上面会 不太容易 就是说 列格的很厉害了 不过现在 基本上没什么列格 而且 你会发现它的好处是 在手机上看是这样子 在平板上面看是这样子 基本上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OK 第1个 第2的话就是说我们进来的话 会进到那个Map的地图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是 平板上面看感觉会 比较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里做了什么 地图上面你会发现 它会打一个地标 那这个地标上面的这个 图 实际上是从icon里面 去做出来的 分别 针对什么呢 坐标 它的坐标 就是它的那个经纬度 去打一个地标在上面 另外当你游标放上去之外 它会秀出一个讯息 有没有 点击它的时候呢 它也会出现什么 一个show名 你可以把它关掉 第1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是第1个 第1个画面叫Map Show 就这个画面 Map Show 再来的话 我们再点击中间这个 显示美食景点 各位可以看到 没有 这个时候 中间这边呢 就会换成什么 显示美食 就是如果说 今天我点击 又可以跳回去 刚刚 跟这一下 应该是这两个切 这两个互相切 一个是显示地图 一个是显示 美食景点 那点过来之后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下拉清单 上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 filter 就是过滤器 可以让我们去 在这边输入之后的话 可以查到 我要查的相关景点 来的